54. 東方日報 嚴下外遊訪問措施要做足 2015年7月8日 港民A10 本報信 夏季嚴義多餘,有離蚊全疾病流行 登革液及日本老鹽軍透過蚊丁傳播 市民外遊要做足訪問準備,避免中指要 香港藥劑專科學院顧問藥劑師鄭爾文作表示 市民暑假外遊熱點例如日本、韓國、台灣及泰國等 軍事日本老鹽傳播的高危地區 現時並無有效藥物針對治療日本老鹽 市民外遊時、足足訪問措施 例如噴蚊怕水、穿淺色長袖衣服 出發前五週應接種疫苗本港倫更多個地區及國家爆發燈隔熱 例如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 本港的病例數字亦創十年新高 圈繁了鬧中心今年直至7月2日 錄得47宗個案 其中46宗外地傳入 1宗本地個案 上月亦錄得今年首宗本地感染的日本老鹽 登革液無預防疫苗 市民要加強滅蚊及防蚊 鄭爾文表示 日腦死亡率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三成半病人或會出現神經和精神後遺症 染病兒童可能影響日後成長 長者亦可能因併發症而增加死亡風險 他建議 市民應再出發外遊前五週接種疫苗 外遊市應避免到農村或農業區等高風險地區 2 1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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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